第六题 有关于磁铁与磁力线的性质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磁铁的NS级可以单独存在 这个是错的 我们教教教各位 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磁单级 所有的磁铁都有N级跟S级两级 没有磁单级 也因为没有磁单级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C说磁力线由磁铁的N级出发而终于S级错 因为我们没有磁单级有N级有S级 所以呢磁力线的是在磁铁外面是从N级到S级 而在里面是从S级到N级 它会形成一个封闭的曲线 所以不会从N级出发而终于S 还会从S再继续回到N 成为一个封闭的曲线 诸选项两条磁力线有时会相交也是错的 磁力线的切线方向就是受力方向 我们一个磁针只有一个受力方向 所以它不会是两条磁力线相交 因为如果有两条磁力线就有两条切线 就会有两个受力方向 这是不对的 所以呢我们答案只有B呢是对的 地球磁场所形成的外部磁力线 是从南半球指向北半球 因为呢地球这个磁铁 我们假想地球内部有个磁铁 这个磁铁呢在南半球是N级 在北半球是S级而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 磁力线在我们磁铁的外面是从N级到S级 里面是从S级到N级 所以我们地球磁场的磁力线在外部呢 是从N级到S级 也就是说从南半球到北半球 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磁铁与磁力线的性质和下列叙述和了正确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B 地球磁场所形成的外部磁力线 是由南半球指向北半球 最后面的原因是喜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